昔日情人抱子上门 男方拒不认子 到处尴尬引擎 我是个不育症患者 就是不能生孩子 亲子鉴定一锤定音 揭开惊人秘密 医生是按照贾浩然妻子的指使 将他诊断为不育症的患者 妻子为何要让自己的丈夫患不育症 她的用意何在 不育丈夫的亲儿子 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 我们今天这个案件的主人公叫贾浩然 他是一个身体非常健康的人 拥有成功的事业和温馨的家庭 但是他却被剥夺了生育的权利 而且这种剥夺竟然是以爱的名义进行的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2009年的春天 贾浩然接到了一个电话 这个电话打乱了他平静幸福的生活 那一天 贾浩然正在办公室里面办公 突然他手机铃声响了 他看了看来电显示的号码不熟悉 就没有接 谁知道这个电话紧接着再次打了进来 贾浩然就接通了电话以后问 哪一位 电话里面传来一个温和的声音 贾总 你好 贾浩然听到这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声音 他心头不尽一震 你是 电话那边默契地回答说 是 是我 这两句简短的交谈已经让贾浩然听出来了 打电话给他的人是他以前的女秘书 白玉冰 贾浩然一边接着电话 一边站起身来把办公室的门关上 然后他冷淡地问 白玉冰 你找我有什么事 白玉冰依然温和地说 我想见见你 贾总 贾浩然委婉地拒绝 现在见面还有什么意义 我工作很忙 没时间 白玉冰并不计较他的态度 诚恳地说 我希望你能抽出一点时间 咱们两个人见个面 没想到贾浩然在这边断然拒绝 我没有时间和你见面 希望你以后也不要再打电话来 说完以后 贾浩然就挂了电话 一个曾经勤勤恳恳 工作兢兢业业的女秘书打来电话 贾浩然不但态度冷淡 而且还将人家拒之门外 那么这个女秘书究竟做了些什么 以至于让贾浩然的态度如此恶劣 事情还要从两年前说起 贾浩然过去在一家国有企业工作 在市场经济的浪潮当中 他毅然下海创办了自己的公司 凭借他过去在工作时熟知的业务 和建立的销售网络 贾浩然的生意做的是相当红火 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富翁 而白玉冰大学毕业以后 就应聘到贾浩然的公司工作 白玉冰年轻漂亮聪明能干 工作起来不讲条件 与人交往善解人意 贾浩然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通过一段时间的考察以后 他就提拔白玉冰担任了自己的秘书 这是因为贾浩然自己也是出身贫寒 他奋斗到今天才取得了成功 所以贾浩然对勤奋的白玉冰 给予了特别的照顾 而身处异乡的白玉冰 被贾浩然领导家兄长式的 关心和呵护所打动 所以他对贾浩然的尊敬和佩服 在不知不觉当中就转化成了爱情 有一天 白玉冰陪同贾浩然去外地出差 客户盛情款待 在推杯换盏之后 不胜酒力的白玉冰醉意蒙楼 贾浩然当天也同样喝得走起路来 是亮亮呛呛 结果酒后乱性 那一夜他们两个人住在了一起 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事情 白玉冰知道贾浩然是有妇之夫 而且很爱自己的妻子 所以他并不奢求什么 他唯一的愿望 就是能够在贾浩然的身边 做好他的本职工作 为贾浩然分忧解难 而贾浩然酒醒之后 也自觉自己对不起白玉冰 他痛恨自己酒后无德 几次想向白玉冰道歉以求谅解 但是每一次他话还没有说出口 就被白玉冰把话题就岔开了 从那以后他就再也不提这件事了 只不过对白玉冰更加关心爱护 他已减轻自己内心的这种歉疚感 但是令他意想不到的事情 在两个月以后发生了 这一天当办公室里没有其他人的时候 白玉冰就惶恐地告诉贾浩然 说我的立架没有来 经过检查怀孕了 他好害怕 不知道该怎么办 贾浩然听了他的话 不但没有安慰他 反而用奇怪的眼神看着他 疑惑地问 你说你怀孕了 白玉冰点了点头 贾浩然又继续问 你肯定这个孩子是我的 白玉冰一听这个话 他就不乐意了 郑重地告诉贾浩然 贾总 除了你 我的生命里没有第二个男人 听到这里 贾浩然的脸色是越来越难看 其实白玉冰不知道 他的话已经触动了贾浩然心里埋藏最深 最敏感的那根神经 刹那间 纯洁的白玉冰在贾浩然眼里就显得那样的世俗和可恶 贾浩然之所以有这么激烈的反应是因为他患有不育症 他和妻子结婚多年 一直没有孩子 这也是他心里永远的痛 如今情人白玉冰却说自己怀孕了是他的孩子 这在贾浩然看来白玉冰完全是在敲诈他 他轻蔑地笑着对白玉冰说 你都和谁好 我不管 但是 我是不是这个孩子的父亲 你和我心里都很清楚 你想要钱是吧 说个数目吧 我满足你 也算是我对你的补偿 他话音刚落 只见白玉冰用怨恨的眼神盯着他 眼泪奔涌而出 白玉冰什么话都没有再说 关上门转身就走了 而这一走就是两年 讲到这里 我相信您知道了 为什么贾浩然接到白玉冰的电话以后 如此冷淡的原因了 在贾浩然的眼里 那个企图以怀孕为名 敲诈他没有成功的女人 又来打他的主意了 果然到了第二天 白玉冰的电话又打来了 贾浩然不接 白玉冰就不停地拨打他的手机 由于贾浩然和客户联系 都是使用这一个手机 这个号码他是没变过 所以他不可能关机 白玉冰最后打得实在让他烦了 贾浩然就接通了电话 怒吼道 白玉冰你到底要干什么 没完没了了 白玉冰在电话里哭着说 我要你救救你的孩子 贾浩然听完以后我冷笑道 我的孩子 我劝你不要再玩这个把戏了 没有用 你懂吧 白玉冰在电话里咬着牙说 如果你明天还不出来见面 我就带着孩子去你家 你自己考虑吧 说完以后 白玉冰主动挂断了电话 贾浩然有一个温馨的家庭 一个恩爱的妻子 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孩子 对他这个家庭来讲绝对不是什么好事 所以贾浩然决定第二天和白玉冰见一面 看看白玉冰这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两个昔日的情人见了面 贾浩然发现以往美丽的白玉冰面容憔悴 衣着简单 看来他的生活这两年过得并不幸福 本来充满敌意的贾浩然 一看到白玉冰这种形影相调的样子 态度立刻和缓了许多 心里也产生了帮一帮他的念头 所以他温和地问白玉冰 你到底有什么事情要见我 白玉冰怨恨地看着眼前这个薄情寡义的男人说 如果不是为了你儿子 这辈子死了 我都不会再来见你 贾浩然一听这话 他又烦了 他看着白玉冰一字一句地说 白玉冰 我今天正式告诉你 我是个不育症患者 就是不能生孩子 你知道吗 白玉冰哀怨地说 你想推卸责任 我理解 本来我也不想让你对这个孩子负责 但是我现在实在是走投无路了 不得不来求你 否则这个孩子就没了 贾浩然看白玉冰仍然固执地说 自己是孩子的父亲 就对白玉冰说 这样吧 咱们也不要再争了 既然你说我是孩子的父亲 那么现在不是有亲自坚定吗 我们一块去做一下 不就真相大白了吗 女人抱子上门 她为何拒绝认子 我是个不育症患者 就是不能生孩子 到底是旧情人来敲诈 还是她在撒谎 亲子鉴定 一锤并阴 没想到鉴定人员笑眯眯地对她说 祝贺你孩子的爸爸 不育症患者居然有了亲儿子 是医院检查有误 还是另有隐情 不育丈夫的亲儿子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第二天呢 他们两人带着孩子去做了亲子鉴定 在等待鉴定结果的日子里 白玉冰述说了他离开贾浩然以后 两年来的生活经历 白玉冰从公司离职以后啊 来到了另外一个城市工作 他虽然不明白贾浩然 为什么翻脸不认人 但是贾浩然侮辱他人格的行为 给了他强烈的刺激 所以白玉冰决定把孩子生下来 要用事实证明自己是真心爱他 没有背叛他 就这样 白玉冰在经历了种种痛苦和困难以后 把孩子生了下来 就在他努力挣钱 想把孩子独立抚养成人时 孩子却患上了白血病 医生建议用骨髓移植的方法来治疗白血病 但是白玉冰匹配不成功 无法给孩子捐献造血干细胞 为了挽救可怜的孩子 白玉冰不得不拨通了贾浩然的电话 这才出现了贾浩然一开始拒不见面的那一幕 就在他去拿鉴定结果的时候 没想到鉴定人员笑眯眯的对他说 祝贺你孩子的爸爸 这个结论犹如青天霹雳 一下子就把贾浩然给击倒了 他不停地摇着头说 不可能 一定是你们弄错了 这可不是一件小事情 它关系到我的家庭和名誉 你们要认真负责 鉴定人员听了以后 郑重地表示 请你相信科学 这个结论绝对不会错 贾浩然仍然不服 他大声说道 我是个不育症的患者 怎么可能有孩子呢 贾浩然的话 显然也让鉴定人员吃了一惊 医生在详细询问了贾浩然患不育症的情况以后 就决定立即带他进行专项检查 很快检查结果出来了 这个结果让贾浩然大吃一惊 经过鉴定 贾浩然是一个生育能力没有问题的健康男人 那么既然贾浩然生育能力没有问题 以前的医院为什么把他诊断为不育症的患者呢 检查结果大大出乎了贾浩然的医疗 医生告诉他 他的身体状况和生育能力一切正常 孩子病重 人命关天 贾浩然就立刻进行了验血 结果与孩子匹配成功 他捐献了造血干细胞 成功地挽救了孩子的生命 人到中年意外得子的这种喜悦 并没有消除贾浩然对自己当初被诊断为不育症患者的疑惑和愤怒 他来到了当时看病的医院 找到了给他看病的那个医生问 你过去说我是不育症患者 你会不会误诊 医生肯定地说 我的诊断没错 当贾浩然把亲子鉴定和精子检验结果给他看时 结果医生的额头开始冒汗了 细心的贾浩然从医生的举止当中感到事情 绝对不是误诊那么简单 他坚决要求这个医生如实告诉他实情 并且说 如果你不想把事情搞大 毁了你名誉和虔诚的话 你就实话实说 否则我让你干不成医生 也让你和医院赔偿我的经济损失 让你们在媒体上曝光 你自己选择吧 听完了贾浩然的话 医生心理房间就崩溃了 他告诉了贾浩然一个惊天的秘密 原来医生是按照贾浩然妻子的指使 将他诊断为不育症的患者 贾浩然听到这番话突然就懵了 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亲爱的妻子竟然串通医生 给他扣上了一个不育症患者的帽子 如果不是白玉冰抱着小孩找上门来 他将会永远被蒙在鼓里 那么他的妻子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贾浩然愤然的回到了家中 妻子像往常一样笑意盈盈的迎上前来说 你回来了 贾浩然这个时候突然发现 妻子的笑容是那样的虚伪和僵硬 他气冲冲的问他 你为什么要串通医生 把我诊断为不育症患者 听到这个话 妻子脸上的笑容顿时凝固了 他结结巴巴的说 你在说什么 贾浩然把自己有生育能力的诊断书拿出来 拍在桌子上吼道 你自己看 看完这个诊断书 妻子知道这个秘密再也藏不住了 只好一五一十讲了出来 贾浩然和妻子是大学毕业以后 经人介绍谈的恋爱 贾浩然是出身农村 而妻子是城市的女孩 开始双方父母都感觉 门不当呼不对 但是两个年轻人是真心相爱 很快他们就结合了 婚后贾浩然夫妻两个人感情也非常好 事业突飞猛进 就在众人羡慕的目光当中 这两个人可以说过得一时无忧 美满幸福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身边的朋友一个个都做了父母 而妻子的肚子却和以前一样一点反应都没有 这让双方的父母都着急起来 古语说得好 不孝有三 孤后为大 父母总是盼望自己能有第三代 那么贾浩然自己老大不小了 所以他就和妻子决定到医院去检查一下 他们的生育能力有没有问题 结果检查结果竟然是妻子是不孕不育症的患者 沮丧之一 这妻子就迅速的冷静下来 怎么办 要不要告诉贾浩然 他知道贾浩然出身农村 父母和他本人对于传宗基代这个观念 还是根深蒂固的 而且十分渴望 如果你告诉他实情 贾浩然开始肯定会安慰自己 但是痛苦过后 他盼望得到后代的这个愿望 肯定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越来越强烈 那自己的婚姻随时就可能触交 辛辛苦苦经营起来的幸福家庭就可能解体 所以贾浩然的妻子思来想去以后决定 不管用什么办法 一定要保住他这个家 男子身患不育症多年 却与情人生了孩子 没想到鉴定人员笑秘秘地对他说 祝贺你孩子的爸爸 追究医院责任却揭开惊人秘密 原来医生是按照贾浩然妻子的指使 将他诊断为不育症的患者 妻子将不育的帽子戴在丈夫的头上 他的用意何在不育丈夫的亲儿子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在得知自己是不育症患者以后 贾浩然伤心欲绝 他心中充满了对妻子的歉疚 他曾经违心地向妻子提出离婚 以实现妻子做母亲的愿望 但是他被妻子言辞计决 妻子流着眼泪说 既然老天不给我们做父母的权利 那一定有他的道理 我们二人世界也很好啊 现在的丁克家庭不也是一种时尚吗 咱们以后谁也不要再提这件事情 没有孩子 我们同样也会过得很幸福 妻子表现的宽容大度和不离不弃 让贾浩然是万分感动 他向妻子保证 自己一定会用一生来好好的爱他 绝不辜负妻子对自己的信任和爱 就这样 他们两个人的日子过得虽然有缺憾 但是亲情依旧 可是今天这一切都证明是妻子的阴谋 贾浩然不遇的内幕可以说水落石出 贾浩然就向妻子提出了离婚 妻子坚决不同意 于是贾浩然依然搬离了家庭和自己原来那个女秘书白玉冰居住在一起 他们两个人要共同抚养孩子 而贾浩然的妻子不甘心失去丈夫 他心想这个事情的出现绝对不是偶然的 他一定要弄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没有多久他就发现贾浩然与他过去的女秘书两个人同居了 而且他们两个人还抚养着一个孩子 妻子知道这件事以后就烧话给贾浩然 告诉他 如果你能够回家来我既往不咎 如果你不回家我将追究你的法律责任 贾浩然毫不推仗 他表示我要到法院起诉 和你离婚 并且还要追究你剥夺我生育权的违法行为 妻子身患不孕症 却以爱的名义将不能生育的帽子戴在贾浩然的头上 长达数年之久 最终得知真相的贾浩然将会怎样面对他们的婚姻 结果贾浩然夫妻两个人是互不同容 贾浩然离婚的意志非常坚定 他要用自己的后半生来补偿白玉冰 于是一纸诉状把妻子告上了法庭 请求法院判决二人离婚 并且以自己的生育权被剥夺为由 请求妻子赔偿精神损害费十万元 贾浩然的妻子接到诉状以后不服 他以贾浩然犯有重婚罪为由 自诉到了法院 要求法院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大家知道司法有个原则叫做先刑事后民事 也就是刑事案件的审理要优于民事案件 那么法院呢 首先开庭审理了贾浩然的妻子 对他提出的自诉案件 重婚罪案件 经过了庭审的调查 法院认为白玉冰与贾浩然 虽然未婚生育一子 但是他们既没有进行婚姻登记 也没有形成稳定的同居关系 通俗的讲 他们之间实际上就是一夜情 虽然道德上应当受到谴责 但是并不满足重婚罪的构成要件 据此啊 法院对妻子的自诉请求不予支持 那么随后 法院对贾浩然诉妻子的离婚案件 进行了不公开的审理 贾浩然和他的妻子两个人在法庭上各执一次 但是贾浩然认为 他的妻子侵犯了他的生育权 将妻子告上了法庭 那么贾浩然妻子的行为 是不是侵犯了他所主张的生育权呢 贾浩然的妻子啊 在这个案件当中他提出了反诉 要求贾浩然承担过错责任 在法庭审理过程中 原被告双方 为贾浩然的妻子是否侵犯了他生育权这个问题 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原告方认为 被告为了文系婚姻 故意向原告隐瞒其不能生育的事实 还串通了诊治医生 伪造了原告不能生育的虚假诊断结论 对原告造成了巨大的精神伤害 更剥夺了原告的生育权 被告理应进行赔偿 同时啊 坚决要求离婚 但是被告方认为 生育决定权在女方 由于被告本身患有不孕症 根本不可能生育 所以原被告就没有达成过生育的这样一个合议 假设被告可以生育却拒绝生育 又伪造原告不育的这样一个假象 那才是对原告生育权的侵犯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 原告的生育权它有实现的可能 而男性的生育权的实现 一般是在女性怀孕之后 具体的讲 就是像堕胎等问题的决定权 那既然女方没有怀孕 自然不可能侵害原告的生育权 那么原告和被告方 到底哪一方说的有道理呢 这个实际上啊 也是我们今天案件要讲的焦点 我们呢一块来看一下 关于生育权这个问题 法院在讨论的时候是这样认为的 男性生育权的实现 确实要通过女性才能实现 在是否怀孕 也就是生育决定权的问题上 遵照女方的意见做出决定 毫无疑问是正确的 因为是否同意生育 是女性对自己身体的处分 这一处分必须尊重女方的意见 不能由他人强制其身体或者意志 代替她做出选择 所以制定生育计划 固然需要男女双方的合议 但是最终的决定权应当在女方 你看我就把它归结为生育权 是男女夫妻要合议 同时女方来做主 这一点啊 我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五 是一条的一款规定 妇女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生育子女的权利 也有不生育的自由 那么对于男性生育权的侵犯 主要是在男女双方的生育合议 达成以后 也就双方都决定要生孩子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女方单方面的违约行为 比如说她采取避孕的措施 比如说她有了怀孕以后去堕胎 等等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本案与此并不相符 所以本案的被告从现有证据看 他并没有拒绝原告 想要生育的愿望 而是想通过欺骗 将无法生育的责任 推卸给本案的原告 这样的欺骗行为 实际上是对配偶知情权的侵犯 是有过错的 当然了 法院同时也指出 与生育权同样重要的是 夫妻的忠实义务 本案的原告 在婚姻纯息的过程中 与第三人发生了关系 并且育有一子 这个事实实际上 对被告造成了伤害 因此 本案的原告也应当承担 相应的过错赔偿责任 法院做出了判决 准欲原被告双方离婚 由于双方均有过错 应当互负赔偿责任 经过计算以后 他们的赔偿责任抵消了 婚后的财产 依法进行了平等分割 观众朋友 婚姻是人生的大事 而生育又是婚姻中的重要选择 对于生育计划的安排 夫妻双方需要尊重彼此的意见 丈夫尤其要尊重妻子的生育决定权 不管最终的决定如何 夫妻双方都应当进行坦诚的沟通 因为真诚才是维系婚姻关系的最佳纽带 好 我们今天的法律讲堂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出租屋内金线女尸 已经死亡腐烂 她身上竟然穿着红色的婚纱 警方调查发现 这个女人竟然是自杀身亡 她为何要穿着婚纱寻短剑 说我听人说了 李丽在外面有情人 死者的情人竟然是她的房东 她和这个男人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情感纠葛 情人死在我房里明日播出